號稱奧斯卡金像獎前哨戰的多倫多國際影展 最近揭幕了 臺灣今年有兩部電影入圍 分別是劇情長片《上岸的魚》和《大佛普拉斯》 其中《上岸的魚》是臺灣導演賴國安的首部劇情長片 他特別和劇中演員到多倫多參展宣傳 賴國安說《上岸的魚》是一部愛的電影 希望傳達的事 不忘初衷 記得美好 由臺灣導演賴國安指導的首部劇情長片《上岸的魚》 藉由一名急遇尋找前世父母的小男孩 闡述現今社會存在的家庭壓力和親情關係 引領觀眾思考現代男女共組幸福家庭的初衷 影片也凸顯臺灣雙新家庭長須承受的長照問題 讓人看見現代女性身處家庭職場的兩男 上岸的魚入圍多倫多國際影展 導演賴國安帶著劇中演員到多倫多 與當地華為媒體面對面 單綱男女主角的鄭仁碩 曾沛魚都是臺灣年輕一代演員 而劇中飾演兒子的小演員白潤英 要在今生前世中穿梭 戲份很重 且白潤英在拍攝這部片時 只有六歲多 演技純真自然 這部電影我覺得最開心的地方就是 我都不用走路 因為每個工作人員都在抱我 而且他還要陪我騎摩托車 然後還有每天一直帶我去玩 就是希望我能拍很多部電影 然後讓我自己變得越來越強 然後長大變成大明星的時候 就有很多人喜歡我 我覺得他像是在對我自己的未來人真 打一個問號一樣 就是先好像在打預防針 先告訴自己未來可能會發生什麼事情 然後所以一方面也在讓自己知道說 或者是學習說將來發生的時候 你應該怎麼去面對 賴國安導演認為上岸的魚能獲得國際迴響 是因影片所關注的長照問題 家庭壓力與婚姻關係讓人產生共鳴 除了上岸的魚 另一部臺灣劇情片大佛普拉斯也入圍 駐多倫多辦事處長徐永梅 很高興臺灣有直電影受到青睞 也期盼透過國際影展激盪出更多創作火花 我覺得上岸的魚呢 這樣子能夠入選這個TIFF的影展 都像是大佛普拉斯 能夠入選這樣TIFF的影展 是顯示出我們臺灣的這個社會是非常自由 非常的開放 非常的多元 所以各式各樣的這個社會的議題 都能夠充分地來討論 而這樣的情況之下 有些這個優秀的電影或是藝術從業人員 他們的這個創意也能夠發揮 上岸的魚尚未公開上映 就備受國際青睞 喜訊連連 除了在多倫多國際影展全球首映之外 也入圍西班牙聖塞巴提昂國際影展 文革華國際電影節 並通過金馬獎初選 值得期待 臺灣宏觀電視胡玉莉 加拿大多倫多採訪報導